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可以在一起 却在为警察追捕的过程中 杨秀辉不慎消产 为了保护心爱的男人 他最终牺牲自己 两个好不容易相爱的人 最后还是被迫分开 这场戏可谓是有血有泪 杨秀辉全程竟投入不停地哭 他表示在看剧文的时候 其实已经哭了好几次 我看剧文的时候已经觉得很凄惨 自己投入眼的时候就更加齐情上面了 据悉 这场呼吸足足拍了二十分钟 为了要令到出来的效果更加好 导演安排需要多个角度拍摄 而杨秀辉则一直努力保持哭的情绪状态 十分敬业 不过在拍过之后 杨秀辉则需要独处冷静平复悲伤的情绪 抽离一下 受访时 问到最近拍了不少哭戏的杨秀辉 有什么秘诀可以流出震泪水 他小言都是回想起这一个月和杨秀的相处 如果有个这样的人和你出生入死 到分离这一刻我都会忍不住哭 好多谢杨秀这个月来这么照顾我 我才可以哭得出 问到哭戏会保陆续有来 他校尾其实在新剧里已经有很多场哭泣 他坦然拍微情哭泣 其实自己内心的压力很大 都好大压力 拍的时候不可以放松 他们都不敢聊完 搞得整个人都有点抑郁 后面还有好几场哭泣 每天都竖着还有几场才拍完 他又大赞好拍档 陈山聪的肌肉应有尽有 早前更为了操机绝食 搞得自己都不忍心在他面前吃零食饮用1984年出生的杨秀慧 是2003年参加马来西亚华裔小姐竞选夺冠而入行的 四年她代表马来西亚到港参加国际华裔小姐 虽然最后落选不过仍获得TVB赏识 成功签约在乌县旗下成为一员正式入行